第一个,能够在启动这个表单的时候,能够自动给我下拉清单 不过你预设这个下拉清单应该是不会存在的 所以要怎么样可以当这个表单被启动的时候 自动帮我把这个下拉清单里面有四种血型放进来了 这边的话就牵涉到如何去表单的事件里面有一个叫启动 当这个表单启动的时候,我就把四个血型放到这边来 里面的话注意,这个事件请你在表单空白处点两下 点两下之后的话,预设的事件是click click意思是说在表单上点两下 点两下之后呢,不过问题我们不是啊 我们是要启动,当它启动 所以你把那个click把它换成什么 换成最上面这一个,第一个 叫做activate 这个activate的话实际上就是当它被启动 当表单被启动的时候,那我要做什么呢 我就把,这底下这个可以把它删掉 我就在CB01,这个就是下拉清单里面 点下去,你可以看点有没有 它第一个就是add item 那add item就是什么 新增一个项目,什么项目呢,叫A 那以此类推嘛,A,B,O,AB 你就把它放四个项目进去之后 那如果你把它执行,你会发现 你的下拉清单就会有这些东西了 那也就是以后,如果你有很多下拉清单 那你就记得呢,一定要在哪里呢 表单空白注点两下 改成activate这个事件 也就是说呢,当表单被启动的时候 就会自动帮你把清单放进来 应该懂那个意思吧 OK,第一个我们要处理的这个事件 再来第二个就是说 那我启动之后,那我等一下要做什么呢 当我输入某一个姓名 比如说它的名字YYY 然后它的生日是1987年的2月 25好了 然后它的血型是这个血型 然后它的电信业值25好了 然后它的区码是36 它的末码是47 好,类似这样 那我如果希望怎么样 按下一个新增 自动帮我把什么呢 上面的这些资料 按下它就是一个事件 什么事件呢 当这个按钮被点击的时候 就把这些东西放到最下面一列 那这怎么做呢 其实这个里面会牵涉到一个就是说 我怎么知道现在这个范围的最下面一列在哪里 刚刚好讲过嘛 那你就怎么样 把最下面一列再加1 不就是我要放的 这个最下面一列 加了1之后 再来什么 在最下面一列的A栏 放什么 放它上一列加1 就108 对不对 然后这个放什么 这个里面 原件 它就这样 txt01.tesl 你就把这个值放进来 这个放进来 放进来 有没有 一个萝卜的坑 所以这边我做完的结果就是这样 按下去 有没有 自动帮我把值放过来 有没有 如果你再把它改一个 比如说AAA 再改一下 再按新增 又一笔记录了 那它会怎么 一直往下新增呢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什么 资料 放在 这个一个 一个类似资料库的一个系统 OK 那这个地方怎么做 我想我们等一下再来看 所以请各位 两个步骤 怕太多 你们一下记不起来 第一个 请你把什么 这个名称改变 这个叫 tst01.02 一直到cb01 这个是03 01.02 03.04.05 那这个是b01 那第二个的话 就是在 表单控制 空白处点两下 改成ATIVATE OK 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咯